先把这个名称先复制一下 那怎么做?插入函数,里面用到什么? 一样是数学与三角,里面找到sumif 往下找,OK,S开头了 那我们就找到sumif 各位可以看到sum底下这个if 那另外还有个sumif叫s 其实sumif指的是一个条件 sumif是一个以上的条件 也就是如果你有两个条件 比如说我们是部门这个条件 但如果你还有别的 比如说他可能部门 可能还有另外的条件 可能也许他的营业额 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的话 那你可以用sumif 那我们一个条件就用sumif 那你会发现他跟你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是什么?range 范围 第二个是quiteria,就是条件 第三个是要sum range,要加重来 所以range指的应该是什么? 要跟这个quiteria是一对的 就按确定 range指的是你要判断的条件 所以这两个是一对的 然后range是指这个范围 请你在这个范围里面帮我找一下 什么条件呢?是销售部的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上面这个范围 他会去帮你比对 如果他的名称是销售部的话 就帮我把同样的位同样的位置 比如说第一个 那就帮我把第一个的奖金加在一起 所以sum range指的是奖金 帮我加在一起 然后按个确定 4500 所以你一般销售部就这个 加这个再加这一个 4500 没错 那开发部的话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一样的方法 然后把这边直接就贴一下 直接把这边改一个什么? 改一个开发部 开发部就ok了 这样的话就2500 ok 那不过未来 其实常常会遇到就是说 可能你那个部门很多个 不止一个的话 那你当然如果你要自己先做这个清单 也比较麻烦 所以有的时候怎么做呢? 像这个清单你可以在旁边 假设我先贴上 如果我要知道说到底这个公司有几个部门 我要统计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资料里面有什么? 移除重复 把不要的这个范围里面 移除完就会是剩两个 两个范围 其实刚刚这个地方甚至可以 如果我用刚刚的那个3米符来做的话 假设我做一次之后全部都做完的话 我这边用自信使用过3米符 那我可以range一样是这个 3 range一样是一个 那你criteria可以用这个 那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他就自动去抓什么? 开发部吗? 只是说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如果以后 criteria会变动嘛 像这个不要变动的话 上面是按F4两下 把列给锁起来 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跑掉 然后按确定 向下填满 有没有 就可以怎么样 帮我分别把销售跟开发 这个名称是用移除重复产生的 也就是说以后如果你用某个栏位 你要去做加总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其实这个方法 有点像用什么? 用枢纽分析表 其实枢纽分析表 背后呢 就跟这个逻辑很像 他有点像什么? 帮你先移除重复之后 再帮你把他的什么? 奖金做加总 所以以后如果你做报表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用枢纽分析表 用这个方法也是可行的 结果是一样的 结果是一样的